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北 真热情啊 这个还记不记得我去年在节目里说了飞盘 记得吧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玩飞盘 只有我在家隔离 也玩不上 给我惦记的 给我急的 有一次在家急的我直腰尾巴 我说我想玩 我想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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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想玩了 你知道 在家隔离 我每天的生活也非常单一 就是做饭 洗碗 收拾菜 收拾厨房 外地朋友跟我开玩笑 说小北 你怎么在家里 天天跟个家庭主妇一样啊 问你这是什么话 我就一个人住 我这是家庭寡妇 说实话 刚开始隔离的时候 我还有点兴奋 因为我从来没有被隔离过 那时候准备了五天的方便面 面包 各种零食 那五天过得怎么说呢 有点像做火车硬卧 第六天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了 我说这个火车到站了 怎么还不能下车呢 然后当时东西都吃完了 还好后来发了物资 但是我不做饭 我家连盐都没有 当时给我急坏了 那时候都给我急哭了 当眼泪划过嘴角的时候 我说 哎 这不有盐了吗 趁着眼泪没干 赶紧把菜就给吃了 然后开始能买些调料之后呢 然后自己兴致勃勃 给自己做的牛肉 第二天拉了一天肚子 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这个坊间传闻 不是在家做饭比较卫生吗 其实当时牛肉出锅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点问题了 你知道吧 因为那个牛肉有点硬做的 硬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我在出锅的时候 炒那个牛肉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锅里面 听到了叮叮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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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你知道吧 然后这个疫情一结束 然后外地的朋友就特别热情 说小北带你出去玩 带你出去露营 改善一下生活 逃离一下城市的喧嚣 我一到一个营地 看到乌羊乌羊全是人 全是帐篷 我说 这也太喧嚣了吧 感觉那都不是个营地 感觉吧 那个是个部落 当时我都有点恍惚 我说刚才那个扎脏辫 扎脏辫子 我说刚才那个扎脏辫的 不会是我们酋长吧 都给淹了 行吧 然后 我什么时候发现的有点像部落的 就是当时我特别想上卫生间 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然后我就问旁边人 我说这个卫生间在哪 旁边的人都非常疑惑 他说卫生间 你睁开眼睛好行看看 他一直在吃饭 他说卫生间 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 遍地都是 又淹了一个梗 晚上到了饭点我就问我朋友 我说今天晚上吃点啥 他特别兴奋 他说咱们今天吃了方便面和牛肉 我当时听着锅里面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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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的声音 我想我来这干啥了 我来这一苦思苦呢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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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不出口哭 好神奇的表演 受不了了 调整一下情绪 然后野外的虫子也非常多 真的非常多 尤其是晚上一开灯的时候 你就发现全是蚊子 虫子都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都不敢说话 我怕我一说话就杀生 我怕我说出话就吃一个 你知道吗 有意思 然后最烦的就是晚上在帐篷里睡睡袋 睡袋我觉得太难受了 你们都知道睡袋包裹性非常强 就把你全身都包裹住了 就只剩一个脸 当时我跟我朋友在帐篷里 特别像两个剧情的蝉蛹 然后我就想这个东西 保暖是保暖 是不是有点不安全 假如那个帐篷里突然进了一个人 进帐篷里面偷你东西 你就很局促你知道吧 当时偷完东西之后 你就在那儿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你赶快等我十分钟 等我 特检成蝶 偷东西都还好 我就怕他偷人 非常的尴尬 突然进来之后把我扛走 我就感觉自己特别像一个 试寝的妃子 旁边还有个尖尖的声音说 北娘娘今天试寝了 回来之后啊 我就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爱好 越来越繁足了 真的你想一下 露营 攀岩 钓鱼 而且还有花钱繁足 我在想过两年 会不会有的公司会团建 出外 这个扎寨 采摘 打猎 爬树 然后这个项目的名字 我都想好了 就叫野人乐 然后吐槽这么多啊 然后那个时候 虽然就是感觉 这个露营虽然吃得煞 住得也不舒服 但起码那里没有疫情啊 还有一帮在篝火旁边 转圈的好朋友 我今天讲这些 谢谢大家 我小北谢谢